难以置信。印度自告分勇要帮中国谋省造潜艇,以开始商讨技术细节。 要说造潜艇,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也不是最成熟的,因为我们用的少。 最近,有台湾方面相关媒体报道称,要完成潜艇自造计划,该计划是台湾造船商承包的海昌计划的一部分。 计划的具体实施是将设备分包给世界上其他厂商,当然日本和印度是最大的潜力股。 据说印度已经派代表来中国谈合作了,但介于印度的黑历史,要帮中国谋省建造潜艇,真的注视让人难以置信。 印度的海域要比中国还要大,早些时候,就听说印度的潜艇活跃在不同的海域。 从1962年,印度就已经开始和前苏联有过合作,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,终于购买了八艘F级常规潜艇,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潜艇部队,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军力量。 但印度并不满于此,后来,和德国合作一起造潜艇,计划是德国造两艘,印度造两艘。 可印度方面,耗费八年的时间不说,造的潜艇还出现焊接不严密,材料使用不到,潜艇噪音大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,真的是出现了阳相。 那么,在现在的反潜大发展的时候,中国潜艇真的有必要请印度帮忙吗?很多人网友有这种偏见,感觉是除了导弹就只剩国家之间正面对抗了。 纵看二战历史,你就会发现,当年二战中被催的航母,有一部分除了被飞机炸之外,大部分被损伤的原因就是潜艇。 比如二战时期,新农号重型航母被一个射水于号潜艇的鱼雷给偷袭沉了。 另外,我国航母要发展,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,不可能说有就有,我们造出的大陆001A,航母跟美国的尼米兹相比,很现实,如果是正面作战很难分出胜负,但是航母目标大,很难做到隐身。 一旦正面作战,美国航母树栏上就比中国多出十倍多,而且个个都可以和中国航母抗衡。 但是如果又和潜艇登场,结果肯定又不一样了,不管是预警还是突袭,还是要跟航母作战,潜艇只要靠近你,就一定能够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。 得手的概率也会大大提升,比航母要可靠得多。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,海上作战,包括两国交战本土出房。 潜艇是一个不对称的存在,是一个杀手锏的存在。 当然,希望有了印度的参与,我国能够有自己的先进的核潜艇,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